作为史上最惨男主角 我们的青阳狮子吕归城 一个承包的剧组番茄酱的男人 不是受伤就是在受伤的路上 礼舞会上为了让鸡野清醒受伤 伤好后为了保护小舟又受伤 就不能让我们的小狮子安安静静的搞事业嘛 我太难了 老天 最近我压力很大 在这么惨的情况下 以为鱼然终于对狮子动了心 为了狮子去找鸡野算账 谁知道后来又趁着喝醉对鸡野表白 你能不能别再离开我 我喜欢你 我们可怜的狮子又做错了什么呢 怎么办呢 我可以是 成为天驱大宗族 但天驱群众的实力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 弱呀 希望社子赶紧变强 带领着天驱走上人生巅峰